说到娱乐圈炙手可热的荧幕CP,徐凯和白露肯定榜上有名 徐凯和白露凭借着在招摇和烈火军校中的默契合作 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 在招摇中,徐凯化身隐忍而专情的立成蓝 白露化身开朗而霸道的招摇 人一合体就有一种小奶狗与郁界的即视感 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与此同时,他们两个也因为多次合作 希望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早期的采访中,徐凯和白露都曾表示 如果有好的本子,希望能再次合作 眼下就有一部好本子正在接触徐凯和白露 这个消息对观众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惊喜 徐凯和白露即将三大的作品是《西花指》 该剧是一部古装宅斗剧 主要讲述的是《女主》 花指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世家仙僧 却因为花家变故,只好被迫抛头露面 最终撑起整个家族的故事 女主花指虽然生活在古代,但思想却很先进 她不顾世俗的看法,执意抛头露面 骑马射箭颇有侠女风范 而且女主花指在处理后宅争斗上很有一套 让很多男人都自愧不如 不过由于女主花指太过招摇 所以金城里的人都称呼她为母狼虎 不得不说花指这个角色 对白露来说简直就是本素出演 本身白露的性格就和女主不谋而合 都属于好外奔方形 再加上白露也能完美驾驭各种角色 由她来饰演花指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肯定都会给很多观众带来愉悦的审美体验 而该剧中男主顾燕熙 虽然是个愣头青的形象 但她对女主却是情有独钟 后期还是一个宠妻狂魔 原本徐凯的性格就有些愣 由她出演顾燕熙一角再合适不过了 再加上徐凯在张瑶烈火军校千古绝尘中 已经完美演绎出宠妻狂魔的形象 这次徐凯加盟西花指 肯定会为该剧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 西花指除了徐凯白露加盟外 还有邓维回旋等人气演员的加盟 可谓精彩分成 由于西花指是一部古装宅斗剧 所以该剧自然烧不了 而由我炸的后宅斗争 以及变化莫测的朝堂纷争 因此在该剧中 男二是一个在朝堂上处处与男主作对的大反派 虽然邓维的知名度不高 但是她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 再加上她的古装伴效又是精湛 由她担任西花指的男二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此外女儿胡一玄的演技也很出色 她在离人心上亲爱的义骑军 与今出箱时等诸多热门古装剧集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西花指除了演员正如强大外 该剧的剧情也很精彩 将后宅斗争和朝堂纷争进行了完美融合 而且在该剧中 男女主先保国家后谈感情的大局观 肯定会让很多观众为之动容 西花指马上就要开机了 大家期待徐凯和白鹿三搭了 虽然这部剧剧里播出还很遥远 但徐凯杨幂的爱的二八定律马上就要播出了 他俩可是从路透就开始发狗粮 有不少网友晒出他们拍戏的路透照 二人在戏中感情戏颇多 频频撒糖 有网友晒出杨幂徐凯拍完戏的一段视频 从途中可见 杨幂和徐凯拍完戏后合体离开现场 周围有很多拍照的粉丝 二人走了一会儿 杨幂一开始用手捂着脸 似乎是不想背拍 徐凯则搭了着头 二人默契的用自己的方式放偷拍 之后杨幂干脆用手中的剧本挡脸 徐凯双手插口袋耍帅 继续低着头往前走 据悉徐凯和杨幂拍戏期间 一直用很浓的香水 看来为了获得女神的好感 弟弟徐凯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让女神真正在戏中更快的爱上自己 走了一会儿后 徐凯直接把杨幂手中的剧本一把夺了过来 放到自己的脸上 杨幂被抢走剧本后又双手捂着脸 前后左右都围满了拍照的人 他们二人如此高调的方式 大琴骂俏 也不怕被人说是游戏里爱到了戏外 杨幂被徐凯抢走剧本后 似乎也并不生气 嘴角还露出笑容 徐凯则一脸得意的样子 看来二人在拍戏过程中 已经有很好的感情 所以才能这么亲密的方式互动 不一会儿杨幂又把 在徐凯手中的剧本抢了过来 来从动图感受一下整个过程 杨幂徐凯也往前走 前面也有好几个男助理 帮忙赶周围的粉丝 不过这个帅心的男助理也是挺可爱 看了一眼杨幂和徐凯后 脸上还露出邪魅一笑 看来是了解剧组很多事的样子 再来看看徐凯夺走杨幂剧本的动作 挠了一下头 迅速从杨幂手中夺走 不一会儿杨幂头也不回 一伸手就夺了回来 二人如此互抢剧本 戏外还如此当众撒狗粮 大秘密真不愧是鲜肉收割剂 再来看看杨幂徐凯拍戏的高堂时刻 在徐凯面前 杨幂会害羞的像个小女人 被徐凯一把抱住 杨幂会呆呆的站在那里 和第一台聊爱 杨幂脸上总会露出害羞的一面 尤其是杨幂和徐凯的吻戏 是杨幂主动亲吻徐凯 之后又害羞的趴到徐凯肩膀上 看来这几个月的相处中 杨幂和徐凯已经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私下才能和对方闹着玩 杨幂与徐凯拍摄这部爱的二八定律 两人在戏中的感情戏 让人有种想恋爱的感觉 当看到同框甜蜜杖时 两个CP感爆棚的画面 杨幂在剧中紧紧的搂着徐凯 两人的嘴唇对视着嘴唇时 画面感既甜蜜又温馨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一个单身女律师 和一个资深宅男的爱情故事 两人刚开始并不喜欢彼此 只因某种原因而在一起 不得不以结婚来解决事情 两人阴差阳错被结婚 也因为两人朝夕相处 却意外获得真爱 两人在相处之后 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爱意 就产生了深深的荷尔蒙 并一起携手走上了幸福的彼岸 杨幂在这部戏中的气质和传达 就深深吸引着观众的喜爱 再加上戏中与徐凯搭档的感情戏 更加让人有所羡慕与期待 看到剧中两人在一起的剧照 聚男靓女在一起的暧昧 就容易让人小入飞飞 再加上两人亲密无间的举止行为 更容易让人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这部戏主要吸引观众的眼球 就是人物之间的转换 与强男人的人物设定 符合大多数女性观众的胃口 还有就是先婚后爱的转化 符合了现代年轻人的潮流 所以说这部剧 卫播就鲜活了 从人物设定和转转点 在剧中充满着温馨的幸福 戏剧性的人物情节故事 让观众有了共鸣的看点 感谢观众的观众